黄晓明自从出道以来似乎没有什么污点 唯一被质疑的也就是渐行渐远的演技了吧 不过论人品 在娱乐圈中 黄晓明是数一数二的 因为黄晓明热衷于做慈善 每次得到片酬之后 都会拿出一部分来做慈善 更重要的是 黄晓明对待亲朋好友似乎非常慷慨 近日 小编看了黄晓明之前在鲁豫有约节目中的一段访问 先是被鲁豫问 无问东西为什么拖这么久 他回答道 因为自己是个佛系青年 之后又被问片酬你拿到了吗 他表示不清楚拿完了没 自己也不是很在意 并自曝 很多人都跟我说 N多年之后才发现 黄晓明我还欠你钱 你怎么从来不问我要 我说我真的不记得 所以我现在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 那就是 从现在开始不借钱给别人 但是我可以给不用还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 黄晓明这是多富有啊 你难怪他在娱乐圈人脉广 都是因为懂人情世故 但此外 也有网友有不同解读表示 不借钱 但可以给 这句话听起来很敞亮 但其实可以很好地避开那些想开口 问你寄钱的人 因为谁能填着脸跟你要呢 高智商 你怎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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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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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